大有艺术,艺术家都得是去世之后才说 因为没有人愿意承认跟自己同时代活着的人是艺术家 观众是这样 观众不会承认,比如说马列强先生 年轻的时候好多人他不认可 他一定能给去世之后,对他没有威胁了 观众也是如此 观众说我25看戏,这唱戏25 我不承认他是艺术家 我要承认那个125了 那个死了,改官论定 跟我一样的年纪,同时代的人 我不会承认他的成功 这是人性卑微的地方 但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很正常 人就是这样 你去翻翻,胡宝林先生,小蘑菇先生 什么京剧各大名家 所有的这些官家们,四十来岁五来岁 那都让观众骂话 当年没有互联网,他的骂里还很难听极了 这都是一个人彻底死掉了 我们在尊重他,尊重他 去打击别人 这个行业是很奇怪的行业 所以您教这个行业 也就是这个基本的性格 咱们是吃饭的活儿 你先把这弄匀 你来这办那为什么呀 对不对 你要说你家里啊 称八千亩香蕉林 然后有几眼石油是你的 三座金山 然后你抛弃了一切 你师父 你上人来说像 你可以讲,你说你有情怀 我倒相信 你这还征定了 我说五百亿场 五百五亿场 你说你跟我讲什么情怀 都是俗人 亚道极致不蜂牛 你记住这句话 你那处理 就发生一些那样的心思上的变化 您自己是怎么想的 这正常 每个人和好都不一样 挺好 我看您微博 好像自己又重一回来了 其实录过去就好 录过来 反正啊 这每个孩子大了 他有他的想法 我觉得都能接受和理解 我觉得他们其实还是 有其他的更多的想法是吗 就是孩子们 有时候就是 你看我现在 人特别容易就是把自己看得很高 其实有时候我在家 有时候跟郭麒麟 我都能说这个话 其实我儿子 你永远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厉害 很多人死都是死在这句话 先编冲瞎话的 我可厉害 然后自己跳在外面看 然后点头 对对对对 我好厉害 然后就去死了 这是好多人失败的根本原因 就是你细则路 关了门 把那个链挂上 连空调都关了 冷静下来 就是你远没有你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厉害 我经常拿着就发现 告诉我自己 就是你出去 哎 郭老师来了 这些我回 你都假的 你哪有这么厉害 我就说这一边像是觉得你还挺动 啊 由于这个地点 一点好感 郭老师转个像 我扯你忙活活的 然后你能过上哪个 他马上翻脸了 这不是人 党是翻脸 所以人你就继续动了 别吹拿自己的党位置 当然骨子要尊重自己 那是另一个概念 孩子们也是如此 那你觉得 他已经会低头回来吗 自从我们的家伙公布那天开始 我就说了 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到我死都不会再跌入 你问点别的 这么敏感 你又不是 我说了 我说了